好的 叔叔是堂叔啊 堂叔啊 家人嘛 堂叔 还是和家人一起住好 但是咱家人嘛 我爸爸妈妈他们还可能还要出去 我爸爸妈妈他们还要出去打工嘛 所以家里面的话 也可能以后也是没人的 他们把事情解决完了之后 可能要出去打工了 然后毕竟我现在的话 然后毕竟我现在的话是没有结婚嘛 没有结婚 没有老公 就有小宝的话 在爸爸妈妈家里面的话 也是会有很多隔壁邻居 亲戚朋友说闲话 很多人都会去说的 就说你看 嫁也嫁不出去 嫁也没有嫁出去 一个人 孩子爸爸也不知道是谁 也没有见过孩子爸爸 还带着个孩子在娘家什么的 会有人说闲话的 好多人会这样子说的 我不知道是啥阿姨们 你是生的儿子还是女儿 儿子 阿姨姐姐王姐 王姐姐是儿子 儿子 儿子 我刚刚我刚刚跟直播间家人们 看了一下的 就是啊 你这样子单身的一个姑娘 带着肯定有人背后说闲话 对的 所以呢 嗯 我想在爸爸妈妈家这边的话 嗯 也是有很多人在背后说的 所以 我自己的话无所谓了 毕竟 他们说的也是事实嘛 对不对 呃 我无所谓 他们说的是事实嘛 而且我也没有出去 在家 陪子 在娘家嘛 背爸爸妈妈身边 但是的话 呃 在我爸爸妈妈拉里的话 只要 只要是 那些亲戚朋友 隔壁邻居 只要说什么 我们的闲话 什么的话 我爸爸妈妈会伤心的 我爸爸妈妈会伤心 所以明后天 我爸爸他解决好了 对象的这个事情 推清了 推掉了之后呢 我就回家去看一下 然后我觉得 我还是带着小宝 去镇上租一个房子 租一个小房子 三四百的一个小房子 住起来 啊 然后自己再带一点 嗯 菜去镇上卖吧 再近一点 菜去镇上卖 你今年多少岁了 我二十九了 我也不小了 王姐姐 我二十九了 不小了 我们是在两个县的 我们去阿兵 他们那个县 还有很远 我们去阿兵 他们那个县 还有很远的 爸爸妈妈在家里面 他们自己家里面 爸爸妈妈 他们在自己家里面 然后 嗯 在爸爸妈妈家这里 回阿兵家 那里去的话 还是很远的 是两个县 可没远嫁 你喜欢吗 远嫁的话 以前我是不同意的 家人吗 毕竟我爸爸妈妈 也还在这边吗 如果说我远嫁了的话 我怕我以后回不了家 我怕我以后日子过得不好 我回不了家什么的 我还是 以前的话 我还是会顾虑到远嫁这个的 但是现在的话 我带着我小宝 只要有人来对我好 只要是有人真心的 对小宝好的话 我可能也不会去想到远嫁 这两个字吧 我只是在那么远嫁 我现在所说的这些 只是我所想的 我只是跟你们说一下而已 只要我解决了对象的 这个事情的话 我肯定以后 只为小宝生活 就是其他的话 可能不会去想什么了 家到重六 家到重庆 家到重庆来好吗 也是什么的 我听不懂啊 在那吗 我听不懂啊 真的我们这边 你要是有这么一个人的话 我们这边真的 你要是有这么一个重庆 重庆的话也不算是远 云南也不算是远 你为什么不讲 姐姐 就是姐姐你私信我 姐姐你私信我 你不私信我的话 我找不到你 我手机在这里跟你们聊天 我不能去找你 我找不到你啊 姐姐 来我 我给你回关 黑妹你跟阿兵分开了 对的 姐姐啊 阿姨啊 阿姨对的 姐姐你不私信我的话 我找不到你 我就加不了你 我那天也是看了的 结果我就找不到你 加广西 加重庆 加云南 加什么 你们怎么每个人都说 加这里加那里的 我现在那么多事情 都还没有解决好 然后我还带着个小宝 我怎么可能配得上你们 怎么可能嫁给你们嘛 对不对 有空来广东 这边广东有黄皮 现在哪里也不能去妈妈来吧 对姐姐 对的 我现在的话真的 嫁不嫁什么 嫁哪里 嫁哪里什么的 我现在不去想 感谢加入粉丝灯牌 谢谢 嫁湖南 哦 福南是吃辣的 对不对 我是很喜欢吃辣的 我很喜欢吃辣的 然后我知道福南是吃辣的 以前我在广东 浙江 以前我在广东 还有浙江 杭州那些 上班的时候 只要有福南的 福南人的话 他都吃辣的 感谢家人们点点粉丝灯牌 有条件的 家人们在左上角这里 加入一个粉丝灯牌 好不好 姐姐你的水果收到了吗 你可以联系我吗 姐姐 就是几位姐姐 福南是吃辣的 对的 收到了怎么样啊 就是刚刚有三个阿姨 刚刚有三个阿姨来到直播间 他们说哈密瓜跟火龙果很好吃 怎么的 他们说他们已经点了好评了 说哈密瓜跟火龙果 很好吃 他们说收到货了 他们吃了就很好吃的 很甜的 我也是喜欢吃辣的 对的 我以前在杭州 浙江 浙江 杭州 广东 那三个地方的时候 就是只要有湖南人在的话 都会吃辣的 对的 好吃 好 姐姐 姐姐 那个 好吃的话 就给妹妹一个好评 好不好 感谢加入粉丝灯牌 纸巾尺寸很好 纸巾你收到货了吗 纸巾纸巾好不好用啊 纸巾的质量好不好姐姐 纸巾的话我手上没有拿到那个货 所以我不知道它质量好不好 好用是吧 好用就行 好用就可以 好 我现在就是姐姐就是他们刚刚说 在我家这里加拉你的话加什么 我谢谢你们的好业 我谢谢你们对黑妹的认可 但是我目前的话 先让我爸爸他们去解决对象的事情 你推销的产品很好 是吗 好 那你们喜欢的话就给我说 我给你们带好不好 我现在的话不想加哪里哪里 呃 加什么 我现在的话 我现在的话就先 买了两个纸巾 好的姐姐啊 你看你支持了 还没那么多了 你看你支持了 妹妹那么多东西了 我的隔纸收到了 还没有 哦 我这几天没看直播 为什么不是你们两个人一起出来分开了 就是阿姨 呃这样的 我因为你们之前 我之前不是家里面闹着很凶吗 家里面之前闹得很凶 然后呢 呃 我说我带着小宝回家了吗 然后家人们 你们之前不是叫我把电话关机了 叫我不要回家吗 然后我就听了你们的话 把电话关机了 呃 我就听了你们的话 把电话关机之后 我叔叔他们 还有我对象家里面 呃 闹得很凶 叔叔他们还有对象家里面 就一直在那里闹着 结果叔叔他那边联系不到我了 就把我所有的事情 都跟我家里面的人说了 黑妹我的隔纸收到了 霞霞姐啊 好的好的 霞霞姐 那你泡来吃了吗 你泡来吃了吗 还有那个红堂 红堂跟苟且一起冲开 好的好的 你们要是收到货了 觉得好的话 就给妹妹一个好评哈 家人嘛 然后就是 十分十分阿姨 书芬阿姨 就是这样的 然后我把电话关机了之后 在这里待了 就是在阿滨那里 待了一个星期的时候 我叔叔他就联系到我家人了 联系到我家人 我家人知道了我所有的事情 他们就跑回来了 跑回来之后 然后阿滨 我们这边就知道 我爸爸妈妈他们回来了嘛 然后阿滨呢 阿滨就说是 现在我家人也知道了 所以说事情也有点严重 那阿滨他手上现在也无能为力 阿滨他拿不出那个米去解决问题 阿滨他拿不到那个米去解决问题 然后阿滨就叫我说 就跟我说 他说我们的习俗就是说 不能不解决问题 我爸爸妈妈也既然回来了的话 阿滨就叫我带着小宝先回家 阿滨就跟我说 先带小宝回去解决你自己的事情 然后阿滨他说他自己上班的话 一天一天的工钱 就要一百来块钱 就解决不了 就解决不了很多事情嘛 就一下子也拿不出那个米解决了 所以阿滨跟我商量的事情就是说 我们两个分开了 然后阿滨他自己去挣他的米 然后阿滨他自己去挣他自己的钱 我的话 带着我小宝回来 然后我爸爸他去帮我解决了 阿姨 我爸爸去帮我解决了 这真的太多了 然后就是我爸爸他也来找我了 我爸爸来镇上找我了 我们把事情都商量好了之后呢 他商量好了同意之后呢 我爸爸就去帮我把这个对象的婚事给退掉 但是家人嘛 就是呢 我妹妹他们也在我这里 爸爸他们也来找我的情况下呢 就是商量的前提就是有一个条件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哪些人是知道 哪些人是不知道的 就是说 如果说我爸爸他同意帮我解决问题 但是解决了之后 如果我还跟阿滨在一起 我还联系阿滨的话 我爸爸他就跟我说 我先就给他们承诺好 不联系阿滨了 他们才去帮我解决问题 如果说他们帮我解决了 对的不许见阿滨 如果我爸爸说是 如果他去帮我解决了这个对象的问题 然后解决好之后 我又再带着小宝去找阿滨的话 那一件又一件的 我带着小宝去干阿滨生活的话 也不见得是好的 所以以后肯定也会有事情的 所以我爸爸是这样子说的 爸爸他说 他们两个人基本上就是 几乎就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 我爸爸帮我解决掉对象的事情 又出来了一个阿滨的事情 所以爸爸他就生气 如果我不联系阿滨的话 爸爸就愿意去帮我解决问题的 所以呢 家人嘛 我 考虑了好几天 所以我考虑了好几天 大家人嘛 我考虑了好几天 然后也跟你们说了这些问题 然后也 你可以看阿滨以后的表现 我看阿滨以后 他能不能找到米吗 然后呢 他 我对象的事情解决了之后 跟阿滨在一起的话 阿滨他如果能拿出那个订婚 你 如果 我对象的事情 爸爸解决掉了之后呢 阿滨他要是有能力的话 他要是想跟我小宝 想跟我在一起的话 他 他是肯定会去 想办法把那个 找到我家里面来订婚的 对不对 家人嘛 他要是来家里面订婚的话 他肯定 也是会 他肯定也是想到办法了 才会来订婚的 如果他想到 嗯 如果他没有考虑到这些方面的话 他肯定不会来我家里面找我爸爸妈妈订婚的 对不对 这个的话 我们这边的话也不算是拆散 我们这边的话 如果说 嗯可以啊 你们两个可以喜欢的话 可以在一起 啊 你们两个互相喜欢的话 可以在一起 那你在一起了的话 那你就拿出彩礼来 你拿不出彩礼的话 你就不行 那你拿出彩礼的前提 你就是说 你要跟我在一起的话 先去我爸爸妈妈家里面 先去跟我家人 去讨论好 商量好 嗯 该拿多少礼 该怎么样在一起 这种是需要商量的 但是他阿兵 但是阿兵他没有跟我家人商量 也不敢跟我家人商量 他只是在外面 在这样子 也没有回去 没有回去商量的 就是没有找我爸爸妈妈的 他们就是没有找我爸爸妈妈的 所以他 不拿那个彩礼钱来订婚的话 我家人肯定也是不同意 我去联系他的 对的 对的 他就是拿不出来嘛 他拿不出来了 而且封建 对 对的 对的 他拿不出那个名嘛 所以说 他要是想那个的话 可以找啊 可以借啊 可以想办法的 但是他都 他家里面的人 对不对 他家里面的人 也不给他想办法 这样的话 那岂不是那个吗 是不是 所以呢 我犹豫了好几天 嗯 然后 所有人都在跟我说 以后的事情 以后的事情的话 真的 所以说他 我家里面的人说 现在的事情 就是那么难解决 而且我还年轻 他现在是一个人在家里面的 他还有个哥哥 他上面还有一个哥哥 然后他妹妹那些 他们全部都在外面的 叔叔那边没有处理好 我爸爸今天回去了 明天会去找叔叔 然后他们会去处理的 因为阿宾也没有个手艺 不要跟他在一起 有能力了 可以考虑 好的好的 我爸爸今天回去了 明天会处理的 然后家人吗 我就先那个了 小宝啊 未必他又不过了 带小宝过来了 小宝可能就醒了 然后家人吗 我明天晚上再跟你们说 好不好 明天这个事情 爸爸是怎么给我办的 我明天再跟你们讲哈 现在的话 我就先下播了 家人吗 小宝现在的话 就跟我信啊 家人吗 我先下播了 我明天再跟你们聊 明天爸爸他们去 解决的这个问题 好不好 好好 好 小宝他现在身体 还不是很好 所以他老是 偶尔哭闹什么的 我就先下了 然后明天晚上 我再通知你们 明天下午 好家人吗 再见 还没有关注 给黑妹的 给黑妹点一票关注 不然的话 明天我跟你们说 你们就找不到黑妹了 我先关播了 家人吗 好 再见 明天见我们明天见 还没有关注黑妹的 不要穿那个 我这两天 昨天今天没有给他穿了 我昨天今天没有给他穿了 感谢关注 不然咱家人吗 还没有关注黑妹的 给黑妹点个关注 然后我明天再跟你们讲 好不好 我明天再跟你们讲 然后呢 我让我爸爸 跟我们一起 连麦都可以 好不好 姐姐 不要刷领悟了 不要刷领悟了 还没有关注黑妹的 给黑妹点一个关注 然后咱家这边就下了 好不好 你们还没有关注黑妹的 给黑妹点一个关注 不然的话 你们看不到黑妹了 好的 好的 姐姐 谢谢 姐姐终于加入粉丝团了 姐姐那我先下了 好 家人们我们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 我先下了 好的 好的 那我先下了 再见